自动时间 个人观点 进攻参考 书生之见 再过几天就是5月7号 对我来说 5月7号总是一个 需要纪念的日子 每年如此 今年尤其特别 因为是50周年 50年前 因为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 后来称之为五七指示 无数中国人 数千万青年学生 包括我在内 走上了五七大道 成为五七战士 青少年的脑子跟身体 从此改变 铭心刻苦 影响一生 多年以后 我们家人记得五七这个符号 但是恐怕已经淡忘了 五七指示究竟是讲什么呢 林彪呢 是在当年5月2号 寄给毛泽东一份报告 关于总后勤部 怎么搞农副业生产 大意思说军队除了练兵 还能种田 三五年 可生产一年军粮等等 很务实的一个报告 毛泽东回信说军队应该是大学校 学政治 学军事 学文化 又从事农副业生产 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 又能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很大了 但毛泽东要讲的不只是军队 他接下来有几段排比 说工人也是这样 以工为主 也要兼学军事 政治文化 也要搞四清 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 不仅是工人 还有农民 农民以农为主 包括林木富渝 也要兼学军事 政治文化 在有条件的时候 也要有集体办些小工厂 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 以学为主 兼学别样 即不但学文 也要学工 学农 学军 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制要缩短 教育要革命 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 服务行业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凡有条件的 也要这样做 当年这几段五期指示 尤其是学生也是这样 这一段 是人人会背 各个能唱 结合1966年的政治背景看 的确是那个时期毛泽东 所讲的话里边 最温柔抒情的一段了 从65年11月到66年7月 整整七八个月 毛泽东人不在北京 他在南方各地休养 同时也是备战 有时候连在北京 主持工作的刘少奇等 都不知道主席的行踪 我有一年去杭州 住在刘庄 风景真漂亮 得知到毛泽东一度 就住在那里 与从疗养中赶来的 林彪夫人叶群长谈 获得了林彪 对这个运动的支持 之后呢 就有了总参谋长罗瑞卿 这个跳楼自杀未遂 这个彭罗路阳啊 现在看看都很重要啊 彭征是主持书记处 后面三位啊 分别是军队 宣传跟中办 真是关键位置必争之地啊 更不要说江青 之前还秘密到上海啊 找姚文元 批海瑞罢官 在这么复杂激烈的政治背景下 五七指示啊 十天以后就有了五一六通知 毛泽东加了一段黑体制的 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啊 这么一段批语 这个相比之下 这个五七指示啊 他却是描写一个逐渐消灭社会分工 逐步消灭商品化 一个美好的平均主义天堂 现在一般呢 是把五一六通知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正式起点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 这个会毛泽东根本没有参加 他只是嘉评与遥控 会议是谁主持呢 是刘少奇主持的 他当时并不知道 这个顺遂在身边的 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啊 就是在讲他啊 别人当时也不知道 批判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啊 其实是一年以后 等到这个文革大局已定 才将全党公布 而五七指示 给林彪的这个信啊 却是当年八月一号 就写进了人民日报社论 从此啊 全国出现了五七工厂 五七农厂 五七饲养厂 五七大学 五七中学 五七干校 五七医院 五七水库 五七呃这个林场 五七水电站 五七街道 等等等等等等等 七本一后来回忆 毛泽东曾经说过 张鲁 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 说他颇有些 共产主义想法 他说那想法 大概来源于 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 说在张鲁那里啊 治病不要钱 吃饭不要钱 但不能乱吃 吃饱就可以了 有的人呢 比如一些贵族富豪啊 吃那么多 浪费那么大 总不好 毛主席说啊 这个总后勤部军队 办大学校啊 是一个比张鲁 更好的方法 七本一的理解了 他说这个是一个 共产主义社会 未来的萌芽 七本一说啊 当时不懂 后来才知道 这是主席的伟大理想 啊 理想是浪漫的 实验是伟大的 只是你不要在里面 做白老鼠就好了 事实上呢 我们现在看到 五七指示的前面几条 都没怎么实现 军队呢 后来都是忙着军管啊 维持次序啊 这个哪有时间 种地炼钢啊 工人呢 再闹革命 也要出生产 短暂的 握握鬼啊 闹闹事情啊 但是长期的 还是要回去 农民呢 就更没办法了 农民他怎么能够 在种地之外 在兼学军事 政治文化 真是太难了 所以真正后来 走上五七大道的 只有学生 和干部 1966年6月13号 中央呢 就下令 全国停课 五十几万大学生 一千四百万中学生 一亿多的小学生 全部停课 1968年以后呢 在五七指示的精神上 就演化出来 这个学生 下乡 当时呢 没有多少人觉得 这个是革命以后 工具被抛弃 或者是纯粹为了解决 这个 红卫兵的就业问题 学生们更相信 只是青年到农村去 是五七道路的延伸 当然了 我们还不要忘记 中央级就有一百多所 五七干校 集中了 几乎大部分的干部 和高级知识分子 全国各地呢 就有上万所 五七干校 这个无数知识分子啊 就下去劳动 接受改造 根据洋将 干校六计 等等的回忆录啊 我还真想知道 这个钱宗书 李柯然 于平伯 他们一起养的猪啊 能长成个什么样 所以 五月七号 今天回头来看 这是1966年 残酷政治斗争当中 比较理想 抒情 浪漫的一段 本节目由搜狐文化 和听头条联合打造 搜狐文化 打开的文化